中国青年失业率飙升 官方暂停数据发布 警察工资也难发 传社保局你要回退休干部养老金 7月经济数据暗淡 央行突然降息 全球投资者抛售中国股票近百亿 创历史新高 云南干部曾招募赶此队推翻中共 希望公布政治诉求 前央视主持人柴靖复出 芯片在中国遭急删 湖北山石崩塌 广西山洪爆发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快报 我是秦月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8月15号星期二 订阅新唐人 了解最新药文 首先来看到中国的失业率 今年以来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逐月攀升 8月15号中共国务院新闻办 中共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宁辉称 自今年8月份起将暂停发布 中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 城镇调查失业率 官方称不公布的理由是 统计的工作需要完善 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健全优化 专家暗示中共以往公布的数据严重参水 3月份中共统计局公布6月份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为19.7% 而北京大学副教授张丹丹分析 若将1600万左右的躺平 啃劳等部工作者都是为失业 那么3月份青年的实际失业率最高上 看上去是46.5% 远高于官方当月公布的19.7% 外媒认为中共的极端政策导致了失业率居高不下 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在过去的4年中翻了一番 在这4年中 清零的措施引发了经济波动 以致企业不敢招聘 学生的教育被中断 很难获得正式的工作岗位的实习机会 青年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的话题 登上了微博百度的热搜榜 不少的网民认为 因为实际的情况很糟糕 官方才不公布此数据 官方是在掩耳盗铃 网友热议 说明严峻的没法统计了 发不发也就无所谓了 反正发出来的数据 也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 还有人嘲讽官方给出的理由 意思就是以前公布的全部都有问题 都是不准的 时事评论员王赫对大纪元分析 在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青年的失业率超过了20% 都是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 中共原来是搞群众 青年运动起家的 所以在青年的问题上 他很恐惧防范 会不惜任何的手段控制住 青年人如果选择抗争的道路 中国所谓的维稳就会坍塌 他还认为中共取消了公布数据 只是其中一个步骤而已 接下来针对青年人失业 还会有一些后续的手段 虽然当局不敢再公布青年失业率 但周二公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 显示出中国经济的压力加剧 第一 中共央行将一年期的MLF利率 也就是中期借贷便利 下调了15个基点至2.50% 7.7的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 下调10个基点 下降到了1.80% 这时央行在三个月内 第二度下调了关键的政策利率 这凸显了疫情后的 看似好转的经济 迅速的失去了动力 第二 七月份的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了3.7% 增幅较6月的4.4%下滑 也低于路透社分析师预测的4.4% 第三 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 仅增长了2.5% 增幅较低于6月份的3.1% 也低于分析师预期的4.5% 这是自2022年12月以来的最慢的增长 第四 七月的中国大陆的失业率 从6月份的5.2%攀升到了5.3% 第五 中国贷款下降了11.5% 这表明银行仍在压缩 房地产业的信贷投放 第六 2023年的前7个月 商品房的销售额为7.045万亿人民币 同比下降了1.5% 而住宅销售额仅增长了0.7% 但办公楼和商业用房的销售额都出现了两位数的下滑 这表明商业不景气 第七 多项的投资减少或低于预期 具体来说 1.2023年的前7个月固定的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了3.4% 增幅低于预期的3.8% 2.前7个月的房地产业的投资 同比下降了8.5% 这已经是连续第17个月下滑 3.住宅的投资降低了7.6% 凸显了人们对房地产恐慌加深 4.前7个月的房地产的开发 可用现金7.82万亿人民币 同比下降了11.2% 自2022年初以来一直处于负值 5.在各种融资渠道中 自筹资金大幅下降 同比减少了23% 这反映出开发商被拒之门外 无法发行新的债券或股票 最后人民币的汇率急跌 美元对离岸人民币则一度大涨 超过350点 最高升到了7.3124 据路透社报道 三位知情人士披露 中国的央行降息以后 中国的主要国有银行 纷纷的抛售美元 买入人民币 阻止人民币的汇率快速下跌 当局发布经济数据后 中国股市随之动荡 彭博社消息 周二全球的投资者通过交易所 抛售了98亿元人民币的境内股票 这是自去年10月份以来 单月内抛出的最大数字 野村证券分析师在报告中预测 中国的经济即将面临螺旋式的下滑 最糟糕的情况尚未到来 中共央行周二的降息 能发挥的作用寥寥无几 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 面临更大的下行风险 SPI资产管理公司则直言 中共央行的货币政策 发挥的作用很可能是中性的 甚至是不利的 近期多地中国网友爆料 包括警察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 发不下来工资了 网传一则辽宁大连公安的通告显示 转发市局的通知 7月31号 市财政局下发了关于8月份 工资延迟发放的通知 通知市值预算单位 8月份的工资发放和社保缴费 延迟到8月15号之后办理 具体的时间另行通知 各单位要将市财政局的通知 及时汇报 并传达到美名民警 有网友评论 不是发不出工资 是地方的债务都还不起了 今年以来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 砸碎铁饭碗的行动 也即将推进机构编制改革 另外网络流传的一则 7月17号河南社保中心的通告显示 要回省职退休干部多发的养老金 通告称 由于核定养老金的时候 错误地调用了郑州市 本年当地养老金的计发基数 使用了省职本年当地 基本养老金的计发基数 所以要重新调整养老金 并采取按月抵扣的方式 收回多发的养老金 直至全部收回 每月只保留1000元的生活费 但是这则通知没有显示出公章 本台无法独立核实 再来关注中国多地的灾难 15号湖北宜昌新山县通报称 14号的晚上8点30分左右 甄子乡平瓦乡村公路 山体突发岩石崩塌 砸中一辆震经过此处的小型面包车 车辆共有7个座位 事发后车辆严重损毁 车上7人均已遇难 同日广西南宁上林县发生了山洪 广西台的新闻频道报道 14号南宁上林县山洪爆发 导致乡镇的农家乐 溪流水位迅速暴涨 现场的目击者介绍 事发时还有游客在溪水 志愿者拿铜锣敲打 呼喊下游的游客赶快离开 网传的视频显示 洪水奔腾而下 迅速冲到了游客所在的位置 游客慌忙逃离 还有人骑着摩托车逃离 另外有网传的视频显示 广西的吴州城区的道路 被洪水淹没 道路成河 不少车辆被炮 中共安全部微信公众号15号发文 宣称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 并披露了一宗试图推翻 中共极权的案例 云南某学校退休干部素某 长期在网络上发表反共的言论 并招募赶死队 准备实施反共的行动 并把该行动称为中国搬家稀工程 他在2017年过年期间 突袭云南的昆明派出所 并计划如果敢死队行动成功 他将透过网络公布政治诉求 文章还称2019年的4月 四川成都的中级法院 宣称肃某是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税 移居西班牙的前央视女主持人兼记者柴靖 沉寂多年后在出山 在微信的公众号 推出了调查欧洲恐怖主义的纪录片 陌生人对话圣战分子 然而预告片放出一个小时以后 就被微信的平台删除了 并宣称视频涉及了违规的内容 不过该视频仍然刷爆了朋友圈 不少的网民透过了柴靖在YouTube开设的账号 浏览了预告片 柴靖进入了中共央视后 以深入新闻的前线调查 并发表了批判性的报道而出名 离开央视后 2015年他拍摄了空气污染的调查纪录片 穷顶之下 影片在网上播出48个小时后 播放的次数突破了2亿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但仅仅两天后 穷顶之下就被中共封杀 柴靖此后销声匿迹 这次是柴靖隐身8年后的第一次发生 据他介绍 2017年柴靖家附近的社区 发生了恐怖袭击 他开始制作这部纪录片 网民感慨 看到他还在做新闻 非常受鼓舞 彭博社最新消息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 日前接受彭博专访的时候说 明确地指出 中共除了想要吞并台湾以外 也想改变国际社会的秩序 在这种状况下 台湾的安全是全世界的问题 如果台湾可以和平稳定 符合全世界的利益 他声明台海的问题是国际性的问题 必然是国际性的红线 也是台湾的红线 更会是他的红线 他讲调 国际社会要先管理 中共挑起两岸紧张的种种作为 维持台海或印太和平稳定 他相信包括美国在内 或是其他的民主国家 如果真的有一天发生冲突 会知道要如何反应 最后来关注俄乌的最新战况 路途社最新的消息 从8月15号凌晨2点左右开始 乌克兰的空袭警报 持续了大约2小时 乌克兰的官员说 俄罗斯对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州 和西北部的弗林州 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 至少3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 乌克兰的空军说 俄罗斯至少发射了 28枚空机和海机导弹 其中16枚被乌克兰的军方摧毁了 不过本台无法独立核实 乌克兰的媒体称 根据初步的信息 这一次的袭击是2022年2月 俄罗斯入侵以来 对利沃夫地区发动的 最大规模的空袭 好的 锁定最新药文 请订阅新唐人快报 别忘了留言和点赞 我们一起传播真相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